他跟我一樣大耶 哈囉!Travel Maker 今天去哪兒? 我們來到台北最精華的地方 信譽區 開箱的老牌五星級飯店 君悅酒店 君悅酒店是凱悅集團旗下 在台灣的第一間飯店 從1990年到現在應該有30年的歷史喔 這裡也曾經接待過很多貴客 聽到這些名字 你就會更感受到它的歷史悠久 像是比爾蓋茲、柯林舟和柴契夫人 除了他們之外 這邊還有很多國際名人也有入住 比如說休捷克曼、碧陽斯、Vegan、李敏浩還有少女時代 哇!那真的是國籍的飯店 不過看這裡的裝潢 完全不像很老舊的感覺 本來是有點氣派 而且挑高的空間 看超棒的採光也讓人覺得很舒服 這個大廳算是一個很大的空間 好!那我們現在就去開箱我們的房間囉! GOGO! 帶大家開箱我們今天住的房間 我們住在1437 你看它這個房卡還有101 就代表我們在這個房間就可以看到101 哇! 好!來看房間吧! 那房間一打開來這邊就有一條小走廊 走廊的左手邊它就有一個鏡子 那它鏡子這邊是有個門的 所以這樣開關的時候這個鏡子會不見 然後在鏡子的對面呢 這邊是衣櫃 它這衣櫃裡面有熨斗啊 還有那個燙衣板 就是我覺得如果有商務需求的人 在這邊就蠻方便的 還可以燙衣服 然後再往前走 這邊就是它的mini bar 它的mini bar有附兩瓶水 然後這邊有熱水壺 這個是什麼 看看 它這個盒子超重的 很有分量 真的喔 它裡面放的就是這些糖包什麼 你看這個太有分量了有沒有 它壓到那個包上 都扁掉了 應該是沒有什麼人在使用 它這邊附的東西感覺蠻 Local的 然後看看下面的櫃子有什麼東西 冰箱 差點講的保險箱 冰箱是空的啦 我剛剛一開始以為這個是一半 是可以這樣子開的 結果是這樣子開的 然後要打開我們的密室了 這感覺很像迷宮耶 就是如果有打電動的話 會覺得這是一個密室的門 感覺要什麼鑰匙才可以打開 裡面是廁所嗎 對打開就是我們今天的浴室 對 它雖然是三十幾年的老飯店 它跟我一樣大耶 它雖然是三十幾年的飯店 但是你完全看不出來這個裝潢 會有那種三十幾年的感覺 那就是他們之前有做過繁星 所以看起來設備還蠻新的 然後它這邊還有這種鏡子 然後這個我覺得可以鏡牌 我剛剛覺得這東西讓我打開的時候會有點害怕 這什麼 一看到這個毛毛會不會覺得 裡面會有什麼東西 我剛剛就會覺得這個鬚鬚讓我 有點抗拒打開這個 真的有鬚鬚耶 感覺裡面會有咬人的東西嗎 好啦打開這是我們的背品 它只是旁邊做這個毛毛 鬚鬚可能太久了 然後背品就在這裡面 就是剛剛猛一看會覺得 這裡面裝什麼怪物還是什麼 好好笑 這可能要修剪一下 不然就會一直懷疑這個毛毛是什麼 到底可不可以打開 然後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鏡子 我覺得還不錯 下面就是它的吹風機 這個是非力譜的吹風機 還不錯 笑笑台的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半透明的體重機 然後這邊我覺得它的設計有一點特別嗎 有點古今融合 又有一點中國風 然後又有一點現代感 就是剛剛看那個拉門就會很有中國風 還有那個紅色的配色 但是它這裡面這種很重的鐵件 又有一種現代感 再加上這裡面的那個 有一點大理石感覺 對 然後這邊有一個乾石分裏的浴室 它這個很特別耶 我第一次住到這種角度的 就是這樣 就是你的門是 就是這種L型的耶 對 你的門是這樣子開的 它真的很喜歡做這種雙開門的感覺 就是不知道是遷就於角度 還是設計上的巧思 然後這邊還有挖一個洞 有個座位可以讓你做 感覺好像也蠻適合長輩這樣子 對 就是你洗澡可以坐著洗還蠻方便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馬桶 它不是免治馬桶稍微有一點可惜 如果以它是五星級飯店來講 也是 然後這邊有一個讓我另外一個困惑點就是 欸 這件浴袍到底叫做是 是有人用過放在這邊這樣子綁 還是它原本的綁法就是綁成一個像蛹 這有點困惑 因為像我之前去住別的飯店 它會是兩件浴袍放在同一個位置 然後綁的話會是可能是有個衣架架著 然後把它綁好 有點像我們剛剛開衣櫃裡面那一件這樣子 所以這件我就有一點匪夷所思 想說它到底是有人用過呢 還是它精心設計 這個我就不懂了 可能要問看有沒有人來住過這個房間 它也是這樣子掉在浴室裡面 然後再看房間其他地方 這邊還有一個地方可以打開 登登保險箱 對 它這邊櫃子還蠻多的欸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睡覺的地方 這是一張雙人床 然後我覺得它的床好像有比較高對不對 就是去一般的飯店覺得它好像沒有到我這麼大腿這麼高的地方 但我覺得這樣做還蠻方便的 然後它這個房間的設計也是有一種中國風 像它這個這一面就有那種屏風感有沒有 然後旁邊的這個燈有一點點燈籠的那種感覺 然後旁邊還有山水畫 哇 感覺好古色古香喔 那種住在故宮旁邊的感覺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辦公桌 所以我覺得以你如果是商務客來講的話也算方便 但是可能是比較高級的商務客才會住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一台LG電視 但我們有發現它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它這些就是一些接口它就直接幫你抓在外面 不管你是要接電腦啊接Switch啊接什麼 你都不用在這邊摸來摸去摸來摸去 它全部都抓在這裡 我覺得這是它很現代的地方喔 再來就是這邊 哇 哇 又是一個書法嗎 對 還有書法字耶 我覺得可以拍一下 大家有沒有辦法閱讀 我們兩個是讀不出來的 只讀得出下面這四個字啦 易濤山雲 會不會有人留言說其實那個字不是濤 那就請書法大師來告訴我們 大家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是不是看得懂 上面這些小字就比較難理解了 這個藝術的境界有一點高啊 我們有點無法辨認上面在寫什麼 但是就是一種故宮感 然後在這個充滿詩意的作品底下呢 有一張圓圓的桌子 對呀 我很納悶耶 就是這個空間為什麼你要放一個桌子啊 畢竟它沒有配椅子 但是就是我覺得可能就讓大家放東西吧 如果在信義區附近購物 你可能會需要有一個地方放你買東西 也是齁 對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沙發 那這個沙發是坐在這裡呢 你就可以看到101 真的嗎 但是因為我覺得它這個房間它的高度有一點矮 所以你沒有辦法坐在這邊看到整隻的101 你要這樣子躺著看 你才可以看到整隻101 你要怎麼樣齁 你要這樣子才看吧 對 你這樣可以看到整隻 真的嗎 你就是需要有一個角度 那我坐著看你的角度是 所以它頂多看到半根 所以你要看著根的話你可能要躺在沙發上看 這樣是不是住旁邊那間會更好一點 就是角度上吧 或是不知道還能不能再住更高一點的樓層之類的 反正就是好像有人會跨年住這邊吧 就是可以看煙火 但我覺得看煙火就很吃天氣跟風向 也對 對 如果它吹的你這邊全部都是煙的話 你大概也是看不到 然後它這邊這個窗簾呢 就是半自動 半自動 什麼意思 它這邊有一個按鈕 它是有電動窗簾的耶 我們剛剛就想說哇那它很先進耶 可以來按看 結果咧 按了之後它就沒反應 就想說 這可以按怎麼會不會動 因為我們一開始預設它是白色的這個會動 結果 它是遮光臉 反應滿一點 只有外面的遮光臉是自動的 所以裡面還是要手拉就對了 裡面這個手拉有一個很麻煩的地方 因為它又不像這個是一體成型的你知道嗎 你要拉三次 因為它這邊是分三片的 對你猜那全部拉開 喔 這是我覺得有一點麻煩的地方 如果這樣看過去的話 就可以發現這間飯店就是在百貨群旁邊 這邊就是世貿連在一起 然後對面就是101啊 微風啊 星光三月啊 所以就是如果要逛街的話 坐在這裡是非常的方便 然後這邊就來囉 奇怪的 它的現代藝術感 就是剛剛不是山水畫嗎 然後這個就是有一種現代藝術感嗎 這個燈就一直有一種歪歪的感覺 但它就是它的現代設計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住的房間 那我們今天來住這個房間的價錢是 9千多元 那這個是假設你沒有在任何折扣的情況下 會是9千多塊 那因為Jack跟我有去住過凱越旗下其他的飯店 然後沒有加入他的會員 有一些積分啦 就是直接扣掉一些積分 然後實際上付款項可能大概才4千多塊 對所以這是我們為什麼會選擇來這邊住的原因 不然這間飯店可能平常不在我們的選擇範圍之內 一方面是它其實蠻久了 然後我們也不會特別想說要來住在101旁邊 但是因為你這一次有這樣的優惠 所以我們想說那不然來體驗看看好了 結果逛街真的還蠻不錯的 早安 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飯店吃早餐的時間是從6點半開始到10點 你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時間去用餐 不過飯店有說盡量避開8點到10點這個尖峰時段 畢竟他們有800多個房間 如果住客很多的話可能就是餐廳會爆滿的 不過坦白講真的很難爬起來 因為連假啊 就是假日想要睡好睡滿 那現在是差不多9點08分 那我們就下去看看能找如何吧 GoGo 好的 我們來到咖啡屋 這就是我們今天吃早餐的地方 早餐用餐時間為1個小時 這裡是自住吧的窗室 好啦 要到我們分享入宿清德的時間了 那我這次一樣有看了一下Google的評論 不過最近比較沒有太多的評論就是 寫關於飯店的可能就比較簡短一點 那我看到可能稍微久一點大概一兩年 這一兩年的話可能就有人寫到說 可能清潔都不是那麼乾淨 有灰塵啊或是有前房客的拖鞋等等 那這個狀況其實我們進來住是沒有發現這個狀況 沒有灰塵或是留下來的東西 只有一個東西讓我誤會大了 那這個浴袍掛在廁所裡面 我以為是前房客試著很整齊的把它掛在哪邊 因為我以前看到的浴袍要嘛就是 通常都是兩件會掛在一起 或是掛在衣架上然後再綁掛在上面 那我會比較少看到這種綁法 所以我就一直很誤以為它是那個 天房客的傑作這樣 這話有去問一下櫃台 他們現在就是反正就是這樣子 對對對 我也看了別人分享的照片 大家的浴袍都是那樣子掛在那裡 只是比較少見這樣子 那我自己比較有感的地方應該就是馬桶 因為它這邊不是使用免制馬桶 所以因為冬天啊 現在天氣比較冷 坐下去就會忍不住尖角一點 因為太冰了 那再來的話 我就覺得就是這個窗簾 它另外一間新裝凱樂基本上都已經全新自動化 就是蠻現代化的 它這邊也算有啦 但它只有遮光簾是做電動的 它裡面有三片是你還是要手拉的 就覺得好像沒有做到那麼到位的感覺 其實不然它就是 它如果要手拉也可以 我覺得它就做一整片 不要做三片 畢竟這一間是景觀房 你一定想要打開來看看欣賞外面的景觀 你就會很忙 對就是在那邊拉 然後它有的有點好像有點繞高 就是拉不太起來這樣 會有點麻煩 另外的話 這邊應該是標榜說 寵物友善的飯店 那可以帶我們家的班筆一起來煮 細茶的時候才發現說 這邊只有接待狗貴賓 我覺得很可惜啊 不然可以帶它來玩 但我們看了一下 它覺得有可能是它的這種沙發 比較怕貓抓這樣 但是它如果寵物友善 能夠做得更全面的話 會覺得更不錯 畢竟這附近其實 蠻多寵物友善的地方 你只要有推車或籃子 應該都可以帶他們出去 就是有點小客氣 如果真的寵物友善 應該就蠻推另外一間喔 金服 多近的去電梯的你都可以帶 對 而且班比非常愛那一間 對 推薦給大家 這邊是信譽區嘛 算是台北最精華的地帶 那這邊可能就比較適合一些 比如說懷念台灣文化歸國的旅客 對 或者是說一些公司航號啊 來接待國外貴賓 或是像我們這種有 凱月會員的 有些點數可以折抵啊 折扣啊等等的 可能會蠻適合來住這邊的 然後如果要說小缺點的話 就還有一些比如說小地方 覺得可能看起來沒有那麼精緻 因為覺得這邊是五星飯店嘛對不對 所以就會對它的期待值會再高一點 那我覺得它這些小地方 可能會讓人家感覺不是很精緻 就比如說裝備品的盒子 像那個mini bar上面的那個鐵盒子 它裡面那個東西放的感覺 會讓你覺得好像不是很精緻 就比如說你跟我們去週記酒店 那個擺放的感覺的話 會有一點差別 然後再來我覺得比較搞笑的是 它浴室裡面放備品的盒子 它炸毛炸出來 然後會讓我很猶豫要不要打開那個盒子 你就會一直覺得 會不會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從裡面跑出來 這是我覺得它消嫌精緻度不足的地方 然後就是要講講這裡最大的優點了 就是它的地理位置 因為在精華地段嘛 所以很方便 而且這後面就是百貨群 就是你逛街買東西都非常的方便 再來就是這裡的景觀 可以看到101也蠻好的 但這邊可能就是要挑房型 可能不是每一個都可以看到那麼完整的101 但我覺得也算是一個很不錯的體驗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分享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還有Follow我的IG喔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裡結束啦 掰掰 欸 我剛剛頭一台 又發現這個房間還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又有個特殊地方 你看 什麼東西 那個冷氣孔上面那是什麼 我 禁止掉衣服的意思嗎 對啊 我覺得很酷 那個看起來確實很像是一個掛衣服的東西 但是 但是很高耶 以我的高度來講 我不會想要把衣架放在它上面 然後我以為就只有這一個 結果那邊還有一個 可能從這個角度去看它的話 你就會覺得它有點像是灑水器還是什麼的 就可能是消防安全的東西 但是可能真的有一些 可能外國人比較高吧 他猛一看可能真的認為 他是一個可以掛衣服的地方 應該真的是有人掛過他才會做這個 應該是吧 而且掛那邊剛好有一個出風口耶 衣服可以吹乾 吹乾這樣